飛機上旅客全都站了起來 所有人就擠在走道上 帶著行李準備要下飛機 這可不是已經抵達目的地 而是根本還沒起飛 換一個場景來到巴士上 但這些旅客還是同一批人 原來他們臨時被告只要改機 只好搭巴士返回登基門 出關之後沒有起飛 又入關了 原來是庫航的TR898班機 從桃園機場飛往東京 本來的起飛時間是21號的上午7點半 旅客登機之後 飛機一直繞行 準備衝刺起飛 卻幾度熄火 快要10點的時候 機組人員說飛機故障 要先開回停機坪 又處理了一個小時 要乘客改搭另一班飛機 想繼續搭 那就是可能應該 不能保證 但是應該是明天的 有些人跟你講 有沒有什麼利用啊 有些旅客臉色充滿不悅 火氣直接爆發 庫航發1000元餐券 也只有部分的旅客拿到 最後庫航甚至說 當天所有航班都不飛 旅客自己選 看是要改革天飛 還是退飛 像是李先生 行程被延誤8小時才能退票 還有人等更久的 引爆旅客怒火的庫航 則是回應 航班從7點半延到隔天的 凌晨1點半晚了18小時 已經為乘客安排替代航班 或是提供住宿跟交通的安排 庫航深感抱歉 只是行程全被打亂 旅客可能還是無法接受 恐怕不是幾句聲明就能解決 TVBS新聞 李正宏 黃凱信 桃園 本延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